你好,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来到书馆,咱们一块儿聊这儿讲故事 前面说啊,咱们聊了聊在格鲁派的高层 哎,您比如啊,这个四世班禅,罗桑一级奸赞 还有呢,这个达赖强左索南饶丹 哎,当然了,现在他还不是达赖强左 这达赖强左呀,是后来被故事含册封的这么一个称号 等等等等吧,这些格鲁派的高层共同的努力下 最终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家措的转世灵童 哎,也就是五世达赖喇嘛 这阿旺罗桑家措才在四世班禅的主持下 在折磅寺坐床典礼受戒 这才正式的成为了活佛 这呀,可和这个四世达赖喇嘛原记已经过去了六年了 好事多磨呀,一波三折 总算是格鲁派迎来了一位 在格鲁派历史上非常有成就的达赖喇嘛 也就是五世达赖 那么现在呢,这五世达赖虽然已经坐床 但是在年龄上,实际上还是一个学习的年龄 那这会儿呢,格鲁派实际的当家人 还是四世班禅大师 还有这个索南饶丹等等等等 这会儿啊,不知道格鲁派呢 是幸运还是不幸运 这索南饶丹等等这些领导人呢 都是属于强硬派,这格鲁派深知啊 现在自己头上的危机远远没有过去 虽然呢,暂时呢,解决了两只 一只呢,就是这个噶马噶举派红帽系 他们一箭双雕的设计 让这个雀途寒的大王子阿尔斯兰 杀了这个红帽系的活佛 这阿尔斯兰呢,顺势啊 也皈依了格鲁派 这一下子就解决了两只反格鲁派的力量 就此呢,也算是削弱了反皇教联盟的实力 那不过呀,这反皇教的联盟还好几只呢 至于啊,这个末南蒙古的林丹寒呢 现在倒是不用理他 因为离得太远了 这林丹寒呢,作为这个反皇教联盟当中的一员呢 也无非当时啊,是看中他在草原上是贡主的地位 得到一个支持罢了 这白丽吐司呢,远在康区暂时啊 也不能成为这格鲁派的酒夜之话 其实让格鲁派最为担心的 就是这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藏八寒政权 现在这个小藏八寒,丹炯旺波呀 那完全是因为四世班禅大师医治好了他的病 再者呢,又为了稀释宁人 才同意这四世达赖喇嘛转世 酷似现在藏八寒政权 对格鲁派是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不要忘了 这藏八寒政权骨子里就是支持嘎玛嘎举派的 说不定哪一天再有个嘎玛嘎举派的活佛 到藏八寒那儿啊,一山音峰点鬼火 哎,那这冲突就来了 冲突一来啊,那屠杀自然也来了 那政权是他们的 兵自然在他们手里 换句好理解的话 就是刀把子呀,在人家手里攥着呢 所以说呀,自己说起话来,总是不应急 这四世班禅大师呢,老了 并且现在他的主要工作呀 就是教导这个武士达赖 让武士达赖能够顺利的成长起来 成为一代高僧 那么说武士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加措 他是什么态度呢 说实话呀,这罗桑加措呀 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个天生的投降派 那有人说呢,什么叫做天生的呢 那因为您别忘了这 阿旺罗桑加措呀 他是这个山南地区的贵族 他自然是心向藏区政权的 那么藏巴韩呢,人家就是藏区政权 他不会像四世达赖喇嘛一样 所有的心思啊都放在蒙古人身上 因为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加措 他是个蒙古孩子嘛 所以说武士达赖喇嘛心里啊 还是倾向于依赖这个纯藏族政权 藏族的本土势力 这一点上来讲啊 多多少少的达赖喇嘛 与这个格鲁派的强硬势力 意见就有些不合了 我们不能假设呀 如果当初就按照达赖喇嘛的意思 屈服于这个藏巴韩政权之下 格鲁派会发展成什么样 但是事情是这样的 因为达赖喇嘛少年幼 所以现在啊 这个强硬派的当权 这些鹰派人物呢 就开始针对这个藏巴韩的政权动脑子了 索兰饶丹呢 他就是这么想 他再也不想啊 借助青海蒙古人的势力 来平衡着魏藏之间 佛教与政权的关系 因为他本身就平衡不了 你这个念经子站在拿刀的身边 地位永远不能平等 这些格鲁派的鹰派呀 他们要求地位平等 所以他们就想干脆就借助蒙古人的势力 一下子就铲除了藏巴政权 然后他建立一个新向格鲁派的政教合一的政权 那他们选中了谁呢 他们就选中了现在青海地区啊 哥不哥最初的一位大韩 谁呢 就是顾史函 这顾史函是如何的来历啊 咱们讲那个 中央韩国的系列里边 讲的不能再清楚了 咱们在这儿啊 就不多延伸了 你就记住吧 当时顾史函呢 是这个青海地区最有力量的一位大韩 于是呢 他们就派出了特使 去见顾史函 让顾史函呢 到这个拉萨与达赖喇慧盟 这顾史函呢 也是新来到这块地盘上 他也是急于啊 让当地的宗教承认自己 所以呢 他就接受了达赖喇嘛慧盟的请求 那咱们在这里说一下 青海的蒙古人嘛 那都是外来户 可您别看人家是外来户 兵强马壮是快马弯刀啊 人家横人嘛 到哪之后画个圈就是锅 就能吃饭 所以别看这个青海地区啊 也就是藏族人所称的这个安多地区 虽然这外来户蒙古人来了 但是当地的藏民呢 也惹不起他们 只能顺从于人家组建下的政权 1637年的时候 这顾史函就带着一千多人 到了拉萨和这个武士达赖进行了会盟 武士达赖啊 就封这位顾史函为顾史 丹增取杰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就是国师持教法王的意思 可是您听啊 实际上呢 这达赖喇嘛给这顾史函的这个称号啊 也不是很高 国师嘛 你必定不是大汗 那这顾史函呢 也挺满意 哎 既然是国师持教法王了嘛 那我啊 就表态一下 从今以后啊 这格鲁派的所有事我包了 那我绝对不会再让人欺负咱们格鲁派 那这顾史函 也以这个韩王的身份 册封了这个索南饶丹 他给索南饶丹啊 也赠予了一个称号 叫达赖强左 那剩下的事呢 人家佛爷们肯定就不管了 那这索南饶丹呢 就请求顾史函 逐个的铲除 反格鲁派联盟 哎 第一个 那就是康区的白利吐斯 那很容易啊 这个顾史函的大兵一到 这白利吐斯其实就投降了 那这白利吐斯一方呢 其实你要让我在远处站脚 诸位还行 真让我打呀 我也没有什么实力 那么转过来 中头戏来了 那这格鲁派开会了 那如何对待藏八寒政权 那武士达赖就表示了 显然的新藏八寒 丹炯旺波 他同意了达赖仪系 重新转世 虽然对格鲁派不支持吧 但是他现在呀 也没骚扰我们格鲁派 如果按这样说呀 我们是这个西藏最大的 佛教一支 不用哪个政权来帮助 我们正常的发展下去 就会成为这西藏 最为壮大的佛教团体 可是这武士达赖的意见 受到了格鲁派内部强硬派的极力反对 那索南饶丹呢 就给武士达来上书 他说呀 这新派的敌人 他说这新派的敌人 指的就是这位新上任的藏八寒 他说就算他不错 但是从他们 他指的是藏八寒政权 他们以往以来的作为来看呢 对比方是大大的有利 说的比方自然是嘎马嘎巨派 而对我方呢 似乎没有合乎情理之处 作为藏教合一的地区 我们现在这支宗派 向藏八寒政权 以及他的臣僚们 无论提出什么方案 他们都认为是下下策 他们对我们呀 是始终持怀疑态度的 如果我们现在不依靠 故事寒的力量 把我们解放出来 那我们以后将没有任何 可以得到解脱的机会 如果宗派之间再发生争执 争斗 那么对方得到了政权的支持 那我们所迎来的 还会是一场场的屠杀 那这个强硬派 与达赖喇门一方啊 争执不下 那怎么办呢 当然了 人家宗教自然有宗教的解决办法 那怎么解决呢 摇挂 打挂问补啊 这一群大喇门呀 就跪在了 折磅寺吉祥天母的向前啊 在此沾挂 最后张挂问补得出了答案 答案结果很明显 因故事寒之蒙古兵消灭葬八汉 那这达赖喇嘛 自然虔诚的宗教人士 那老天定的你说大不大 这年轻的活佛呀 站起身来 就回到了后殿 也没说同意 也没说不同意 总之啊 就是默许了 那既然得到了活佛的默许 紧张的军事会议 马上就召开了 制定好了军事计划之后啊 那可以说比打闪认真还快 这顾史函的部队 就把藏八汗消灭了 最后一任藏八汗 也被射死军中 藏八地方政权就此灭亡 这格陆派强阳派牵头 又建立了新的政权 这个政权就是大家所熟悉的 叫做甘丹颇张地方政权 这甘丹颇张地方政权 最大的投人应该就叫做第八 那谁是第一任第八呢 这顾史函谁也不信任 他就让这个索南饶丹 成了甘丹颇张政府的第一任第八 也就说这会儿啊 这索南饶丹可不光是大师了 还是主席 那咱们呢 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 咱们说说呀 这甘丹颇张地方政权 在建立之初 他都干了点什么 首先呢 这个修订了法律 这原来呀 这藏区有法 这藏八政权呢 有十六法典 后来呢 经过这个甘丹颇张政权的修改啊 就修订了十三法典 如果从这个历史层面的意义上讲啊 这个十三法典非常的残忍 是把这个西藏真正的带入了 政教合一的农奴社会的一部法典 这法典里边就说呀 如果这个仆人把主人打伤了 伤得脚严重 就应该要把这仆人的手和脚都砍了去 如果这个主人打伤仆人 给这个仆人并且呀 及时的治疗了 哎 没罪 如果呀 抗犯活佛的法旨啊 那是最严重的罪 要受到最严重的惩罚 这个在藏区呀 最严重的惩罚 全是肉形啊 割舌头蜿蜒 剁腿剁脚脚 这法典还明确的规定 奴奴是永远 不能和这个贤者贵咒相争的 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农民 你敢骂贵族 那肯定就是割舌头 并且这法律啊 极不公平的地方在哪啊 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大义本老百姓 受冤屈了 你跪在王宫前面喊冤 不合体统 必须要受到鞭斥的刑罚 这部法典对普通的老百姓 可谓做到了极致的严苛 而对贵族呢 确实很暧昧 很宽泛 所以说呢 我们讲啊 在历史的角度上啊 这部法典是非常丑恶的 但是呢 从这个法治层面讲呢 它倒是有积极的一面 因为它必定啊 制定了西藏的法律条文 让这个西藏呢 走向这个法治治理的进程 可是在这呢 我要多说一句 有的时候酷似法治社会 不一定是和谐社会 因为如果立法的人是恶人 那他立的法就是恶法 他帮助的并不是云人众生 我们普通百姓 这话呀 咱们说多了 您理解就行 今天呢 咱们紧敢慢感呢 也没讲到这格鲁派啊 与后金 与大清朝的结盟 那咱们明天就开始啊 讲这格鲁派的一个新篇章 这武士达赖喇嘛 可是要见皇上了 武士达赖正式受到了 顺治皇帝的策封 这格鲁派成为大清朝的第一 护国大教 德赖您早些的有什么话 咱们明天接着聊